字輕 紫禦 剛才那個籽強哥打電話說 你在找工作 她追到那麼快呀 我 我是在找工作 你放心沒點問題當然 爸爸不是擔心 爸爸打這個電話是為你高興 啥子 爸爸聽說你最近還 把一个狗屁狗腰的高兴工作用脚给提了 这个事情可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 我儿子做到了 你说爸爸高兴不高兴啊 我听子强说 他建议你去送外卖 对 爸爸晓得你现在困难得很 如果说这个工作呢 能够解决你眼前的问题 送外卖就送外卖有啥子吗 大丈夫能审能去吗 该放下神端的时候就放下神端 你就当是修炼了 再说了 我们是农民出身 你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有啥子丢人的 懂不懂 懂了吧 子李啊 我还问你哈 大哥 你跟你现在那个对象 你们两个耍得咋样了 呃 我 我们两个慢好了呀 好得很啊 我咋听说你们两个分手了呀 到底是分手了还是脑马矛盾了 又是志强跟你说了呀 你不要管我听了我说了 你如果要是脑马矛盾的话哈 我想可能是因为中家的事情 如果要是因为这个事情啊 爸爸是有罪人的 那我就找个时间 我们去见他屋头的人 给他解释一下 让他们通融通融 如果要是说 你是在骗我 你们已经分手了 那我可饶不了你 我就让你妈 在屋头给你找个对象 你回来结婚 明年我们就可以抱着大帮孙子了 哎 妈 你想多了 我跟她好得很 跟你说了嘛 哎 那咋每次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都是你一个人呢 哎 你打的时间不对了嘛 你看我今天和我现在外面忙 嗯 过一会儿我就回去跟他吃饭了 好 那你就赶快回去 等一下我们打个食品 叫你妈也看一看 那个娃儿长啥子样子哈 啥 啥子吧 就这样子 喂 喂 哎 赶快换衣服准备一下 我们给她打个食品 打个食品我们看一会儿 那个娃儿长啥子样子 哎 然后对 哎 我 你 你在哪儿啊 我刚见到睦睦 在你们家 正准备走 哎 你别着急走 你你你你你等我一会儿 我我这就回来 有特别特别要紧的事 需要你帮我 啊 啊 好 好不好啊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好 好嗯 你好 喂 你回去了 啊 我问你什么事这么着急啊 是不是又在外面闯祸了 不是 没事 那你火急火烂了 找我什么事 我爸 我爸他还跟我打视频 你爸要给你打视频 那你着急干什么呀 打就打呗 我爸 我爸他 我 我爸跟我妈他 你吞吞吐吐的 到底想说什么 你过来 你过来 你知道 是这样 刘曼玉和我发生的事 一直都瞒着我爸 我爸呢也不清楚 我跟刘曼玉现在的关系 他一直误以为 我跟刘曼玉现在还在出对象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他非得要跟我妈一起 打视频要看看刘曼玉 那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 我 我爸呢 他没有见过我们刘曼玉 我 我是想你 我 你想让我来演刘曼玉 对对对对 你怎么想的 不可能 亏你想得出来啊你 你去帮我忙 不行 真不行 电话来了 我把电话来了 我爸电话来了 那就来呗 那皇子你干吗 我爸 阿丽丽 我告诉你啊 你现在就应该把事实 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们 别再骗他们呢 不行不行 绝对不行 我要是说你的话 那我爸 我妈 不得从外地 从老家货来 撮合过那曼玉啊 还有要不就他们在老家 给我找一媳妇 让我结婚 他们抱孙子 如果真这么干的话 那我不得逼疯了我 你让我演刘曼玉 我才逼疯了呢 而且至于你说那么严重吗 我做了我爸 三十多年儿子 我还不了解他吗 我已经够乱的了 我 我怎么想的 你应该最清楚 但你让我演 不考古 不行 第一次解心而戏 可不能跟儿子丢脸 丢啥子脸啊 我看我们两个挺好的 他都不接电话嘞 那你就当作为好人 那我说什么呀 说什么都行 说什么都行 我接了啊 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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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爸 姿利啊 你怎么半天不接我电话呀 没有 你看我刚刚进门 门都别怪 你看 你做啥子 你说话 竟个儿子两个腿腿 这么年龄 对对对 那个姿利啊 你 你那个对象呢 好 曼玉 曼玉 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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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不行 爸妈 爸 她就是曼玉 我 我爸妈想见见你 那你说什么 我的脸 叔叔 阿姨 你好 你们好 你好 你就是那个自立的女朋友小刘哈 爸妈问你话呢 这个 我 是 是 是是是 爸 你看我都跟你说你也不行 我们两个好得很 不行 我行 行 好 好 叔叔 阿姨 你们二老身体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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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好 都好 好得很 我亲家母的身体还好吗 亲家母啊 好 好 好 我 我 我爸我妈问你妈和你爸怎么样 那个 那个 你们亲家母啊 我爸我妈身体好着呢 你们俩放心 好好好 拉就好 拉 拉点孔喽 我来看看亲家母哈 行啊 你们俩想什么时候过来玩 随时过来啊 好好好 也欢迎你我到我们小马头来算 我说小刘啊 你这个阿姨啊 她这一身啊 她最喜欢女儿喽 但是她自己没有女儿 所以说你到我们屋头来啊 她就会把你当妾女儿一样对待 你晓得不 是啊 小刘 我一直想你嘞 那个小刘啊 你到我们农村来啊 我们农村吃的东西嘞 可能没有你们城市里面那么丰富 但是我们这个瓜果蔬菜啊 全部都是自己种的 全部都是卢瑟市民 这个你要放心啊 你到我们这儿来 好好地享受一番 行行行 谢谢叔叔阿姨 我有时间肯定去 对了 小刘 我还要多说几句哈 叔叔您想说什么都可以说 这一阵子啊 因为钟情家的事情 就要你受委屈了啊 那个我还想说你可能 不能理解我们子里 也不能理解我们老黄家的出情 现在我一看你们两个这么好 我就放心了 你回去要跟你妈妈说一下啊 我们找时间去好好地感谢她 然后我们要给你和子里 你们两个好好地办一个 风风光光的婚礼 好不好 爸 我还没说吧 你这不好意思喽 又啥子不好意思嘛 你就是一家人喽 这个玩儿看着挺面善的啊 谁一定是好好玩 就是 看着脏得心疼了 飞也变紧紧的 似的 脏得挺乖的 是吗 乖得很 对 对 是乖得很 我 我也觉得乖得很 黄子连 他有玩儿子吗 能把视频逛呢 这个 好玩儿啊 你可要抓紧 这个你放心 那个爸 放 他其实最大的优点 他不单是东西 最关键是对我实情他弟弟 咋过了 子弟 你抓住了 没有 我昨天提到一个班农哥哥了 我提醒你啊 你不能欺负小柳 我欺负他 他不欺负我就算好了 叔叔阿姨 我跟你们说啊 黄子里说的都是假话 他真的要欺负我 怎么呀 真的 有事没事 他都给我找事 不管是家里的事还是外面的事 什么事都不让我省心 爸爸 爸爸 他还经常让我跟着他给他擦屁股 你们知道吗 不是 不是 都是假的 他在跟我开玩笑的吗 爸爸 你别听他脸哦 小柳啊 你说得没错 我们智利啊 从小就是个捣蛋鬼 我和他爸呀 一直在跟他当消防员 不是 妈 你好久帮他别个讲话了 这个话说得不对啊 小柳马上就是我们家的儿媳妇了 不管是啥子情况 我们一碗水要断品 这样子的话呢 小柳进了我们家就不会受委屈了 对不对 你真的不晓得情况吗 我你说 他平时 黄叔叔 你们在干什么 妈 父母 大姑 大姑 大姑喊你啊 没有 那个母母啊 她饿了要跟她煮饭吃 咱们不说了吗 好好好 那你去忙去忙 你把他们野村两个照顾好好 要点我下队 再见 等会 等会 叔叔阿姨 再见 好好好 快快了 快快 走 谁教你们做饭 发阿姨不是说好了要帮我泡药吗 你们在干什么 我这手撑着了 让发阿姨帮我伸一伸 发阿姨过来 你等会啊 先陪你吃饭 你那药 我告诉你啊 就这么一次 下一次 下一次你再有这样的想法 趁早打住 来了啊 给我药 我去给你泡药 你去叫老爷吃饭 莫莫我跟你说 你那药啊 得半会儿以后才能吃饭 走